本田汽车再不努力 真的就要被中国市场淘汰了 今年9月份 本田在中国总共卖出去 62586辆 差一看 一个月还能卖出去6万多辆 是不是还挺多的 其实压根儿就不是 本田的心 那都是8两八两的 要知道巅峰时期 本田在中国一年就能卖出去 162.7万辆 平均到每个月 都有13万辆的销量 也就是说 现在本田的销量 其实已经彻底腰缠了 这还没完 更可怕的是 本田销量的下跌速度 那是由非流值下3000尺来形容的 单单几年 本田汽车销量 已经连着9个月下滑了 最近3个月的销量跌幅 更是超过了40% 跌到湖底了 按照这个势头跌下去 不需要一年 本田就得彻底退出中国市场了 如果真的如此 那我们也算是见着力士了 不过就算本田没退出中国市场 它也值不起腰管 这销量太差 本田准备将广州和武汉的 三家工厂永久换毙 了解制造业的都知道 工厂就是企业的利脉 有些企业为了维持工厂运转 就算是亏本 也会运行下去 除非真的无法翻身 不然不会轻易放弃 本田连续关停三家工厂 这就意味着 本田自己也明白 可能真的无法折承下去了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 日汽车当初有多迷迹 银辆飞度 什么配置都没有的A0级燃油车 都敢卖10多万 这种把国人当酒赛哥也就算了 还有一群日吹追捧 说什么买发动机送汽车 更觉得是都2024年了 飞度还在吃老本 更新换代后 竟然只增加了收音机 这种最技术的配置 而且售价依然高达10多万 而这种情况 还不止出现在飞度身上 本田的思域 冰质 CRV的一众车型都是如此 配置上要啥啥没有 但是价格却虚高 有些热卖款想要提取 还要让消费者加价购买 真正诠释了 你把消费者当傻子 消费者也会把你当傻子的真理 可是阿祖啊 时代真的不一样 用飞度同样的价格 我们可以购买到尺寸更大 加速更快 配置更丰富的国产新能源车 谁还会傻乎乎的去担韭菜呢 所以啊 飞度的堕落是肉眼可见的 虚言飞度还能买几千辆 但今年就剩下几百了 至于本田的其他车型 别说加价了 就是降价都没啥人买了 只能说啊 不尊重消费者 你就会随时被消费者抛弃 不过油车的高价低配 还只是本田汽车衰落的一个因素 本田真正被中国市场抛弃 还得是他们站错了队伍 青年战略咱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他们因此错过了电动化时代 但实际在电动车上 本田曾经也是有机会的 2021年 本田就制定了宏伟的全面电动化战略 有多宏大呢 看数据就知道 他们说 2030年我要推出30款电动车 每年电动车产量还要达到200万辆 为了这个目标 本田还暂坏了氢燃热电池的生产 搞得还真有点那么回事 要知道日本的电池企业还是挺多的 起码达到了世界第三 如果他们真下定决心搞电动车 还真的有可能做成啊 但是你猜他们是怎么做的 电动车刚坐一半 美国就拼命的让日本车企去美国建厂 还追追他们搞轻能汽车 本田头脑一热就屁电屁电的跑美国去了 而且还真就重启了 氢燃了电池 结局显而易见 又被老美给耍了 本田轻能汽车压根就没卖出去几辆 反而电动车又被甩的更远了 2024年 本田电动车在全球只卖了1.3万辆 还不如华为问界一个月的销量 真是没眼看的 轻能汽车幻想破灭 留给本田的时间 或许真的不会太多了